Sorry Excuse me 我是坐多少位 這個波紋好多 等那麼久 已經開始了 沒到過了 大家好 今天我會說Goosebump 2 這部是恐怖戲劇片 由Ari Sandel撿到 電影改編至Goosebump小說 都是2015年電影Goosebump的續集 電影主要角色是Sara, Sammy, Sam 和這個假人Slappy 故事大概是說 有兩個年輕人找到一本神奇的書 並打開了這本書 導致Slappy出現 他搞到所有小鎮的蠻聖節裝飾品 都變成有生命 將小鎮裏面的人都被嚇傻了 到底他們是怎樣阻止這個假人Slappy Goosebump 2是要連接到第一集 我建議大家先看到第一集 先去看這部電影 因為第一集有講解 為何會有這本神奇的書出現 還有為何Slappy這麼厲害 如果你不想浪費時間去看第一集的話 你可以看這部 簡單的劇情 我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我覺得第一集比較好看 因為第一集會令你充滿好奇心 你會不斷想知道 接錄你的故事情節 反而第二集沒有給我這種感覺 演員各方面我比較喜歡看 Jack Black和這個小肥仔 大家是不是覺得他們的樣子很像呢 先說Jack Black 他依然是飾演神奇書的作者 這次他不是飾演主角 而是配角 要等到電影就快結束的時候 他才出現 小肥仔飾演Sella的弟弟 他是一個單純又有責任感的小肥仔 你看他的樣子多好笑 還有他的對白也挺好笑的 1至10分 我會給這部電影5.5分 我建議大家不用去戲院看這部電影 因為接下來我會講電影劇情 電影一開始 Sella寫關於恐懼的文章 來申請進入科隆比亞大學 他和他媽媽和弟弟Sunny住在紐約 Hey kids Wow You've got quite a spread here Is it too much? No Stand down Greg 後來Sunny和他的朋友Sam 嘗試虛弄垃圾清理業務 有人打電話給他們要清理家 原來這間家是RL style以前住過的 在那邊他們找到一本鎖定的書 並打開了它 導致Slappy出現 他的袋裡有一張字條 Sunny就讀出字條裡的魔術詞 Money Money Home 突然Slappy說話了 原來是Sam嚇Sunny 然後他們繼續清理垃圾 這本書後來被Tommy搶走了 回到家之後 Sunny在研究他的科學項目 一個縮小版的法電塔項目 突然Slappy又再次說話了 Did you miss me? Sunny以為是Sam搞鬼 後來他發現Slappy是有生命的 他用魔法來完成他們的家務和功課 而獲得他們的信任 後來Sella去參加一個聚會 看到他男朋友Tiler和另一個女生石石 到了第二天 Slappy知道這件事之後 他利用他的力量攻擊Tiler 後來SellaSunny和Sam抓住Slappy 並要處理他 但是被他逃脫了 到了晚上 他們在網上找到一篇關於 在Madison發生事件的文章 看這個 一個奇妙的災難事 最近在Madison-Delaware 在Madison-Delaware 人物來生命 原本的文章 R.L.Style 並跟著文章的電話號碼聯絡 R.L.Style Style現在住在樹林裡的樹屋 他聽到他們的消息 並立刻去找他們 Slappy去到一間當地的便利店 來讓他的魔法把蠻聖節服裝和裝飾品都變成有生命 他還把店裡的便宫Walter 變成了一隻怪物 Hello, 老朋友 It's time to make Halloween last forever 然後他去發電塔 來發射他的魔法 Honey Money Home 導致小鎮所有的蠻聖節裝飾都變成有生命 Someone's gonna win a costume contact Sella、Sunny和Sam去Tommy的家裡拿回那本書 他們很快發現這本書可以將怪物吸入書裡面 而且他們還發現這本書是未發表的Goosebump首告 沒多久這本書被怪物搶走了 Sella的媽媽都被怪物捉走了 他們的街坊Mr.Chill是一個Goosebump的粉絲 他幫助他們製造怪物的危裝 而安全來到發電塔 在發電塔 Sella、Sunny和Sam找到了Slappy和Walter 他們發現Slappy已經將Sella的媽媽變成了假人 Sella和Slappy戰鬥的時候 他將Slappy踢到塔頂上的電器線圈 成功將它打敗了 然後Sella打開書將所有的怪物吸入書裡面 Sella的媽媽和Walter恢復正常 Slappy終於找到了他們 並抓他們成功擊敗怪物 沒多久之後 Sella的媽媽和Walter開始約會 Sunny認得科學獎 Sella成功給Columbia大學錄取 鏡頭轉到Slappy的小屋 他完成了一本新書 突然間Slappy出現 他跟Slappy說為何他還在這裡 是因為他寫了一本他自己的書 其中主角就是Slappy 然後Slappy打開他的書 並將Slappy吸入書裡面 電影就結束了 1至10分 這部電影你會給多少分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集見 拜拜 好,他們是小屋子 他們是小屋子 他們是小屋子 他們可以做的 啊